全自動魚類開背機 真空油炸機等多樣儀器設備 開發在地食材的新需求 不只協助漁民 跟著主任來到另一間 大型真空微波烘烤等設備 也可以協助農民 它產品在這上面的話 隨著旋轉的過程 它會車中真空微波的方式 把我們的水分脫乾 所以它是要做真空微波乾燥劑 而且在比較短的時間內 把這些所謂的農作物乾燥 設在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工程館的 北區水產加值打漾中心啟用 目的在協助漁民或農民 不論是初級加工 或深度加工的農魚產品 海大都可以協助製作 本學校農漁中心 在111年 才還有110年 能夠獲得 本農委會 這個一千萬的補助 來配合這個 這單品 交出打漁中心的這個設備 把它做一個很好的整理跟重建 使用一條一條片的整個方式 來協助我們的農民 海大食科系主任吳章哲指出 打漾中心整合海大內部資源 從原料到加工 商品設計與行銷 都有專門面向的科系 提供農漁民一陣式的諮詢服務 農委會的話 他就希望把這些設備的費用 撥到學校或是農事單位 藉由我們學校或農事單位 來協助這些小農小魚 來開發產品 除了誰產品 其實是我們的重點以外 其實我們也協助了一些 其他的食品的加工的這些 那這次裡面 其實我們在這次裡面 有很多的 像我們這次也有所謂的發酵草 當然這不是這次的 可是發酵草 也是我們學校的一個重點 將來我們也可以做 所謂發酵的產品的部分 農委會副主委陳天壽 也參加接牌 鼓勵漁民來深設加工廠 也可以增加漁民的收入 海大將協助農漁民 將他們很好的產品跟創意 開發出高價值的商品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